可以擴充的 比如說加閃光加什麼 都還滿 就是可以擴充的範圍比較大 像LC Plus新的那個版本 它可以外接一些鏡拍鏡或是魚眼鏡頭 對 然後像我們另外還可以外接閃光燈 對 所以它的擴充性是比較好 跟其他的 就是比如說四格GG的比起來 它的擴充性是比較好 而且你可以讓它拍的是標準的 可是你也可以玩一些創意 比如說在彩色閃光燈這邊 加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或是玩這個彩色分割 對 它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經典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可以就是用LCA拍 然後跟很多國外的網友交換影片 那這是最方便的一種格式 它的曝光好像有兩種曝光 就是所謂的手動蟲 兩種的手動蟲蟲 一種是假過片法 一種是抽片蟲蟲 對 有什麼不同 其實假過片的話就是我們 當拍完要拍第一張的時候 如果是說你跟自己的蟲蟲的話 你可能就是先去想說 你畫面要怎麼構成 然後我們就是會把這個 按景點 然後先拍第一張 然後我們就會按下面這個 這個鈕 把它按住 對 然後就是騙它 然後假過片 那其實它沒有再過片 所以你可以再按第二張 就完成了蟲蟲 就是假過片的法 對 那抽片蟲蟲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拍完一卷之後 我們會再把那個底片拉出來 然後再給另外一個再拍 那就是剛剛講的交換 那個就叫抽片蟲蟲 光做是全新的底片在拍 可是我有聽過那種抽片蟲蟲 然後是反的裝進去的是不是 那個是另外一種 那是另外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對 還複雜 已經要投魂了 其實都玩很多種玩法 但是其實這就是LCA它的迷人之處 就是它是玩法最多 然後擴充心最大的一種 OK 那除了LCA之外 如果你是很迷蟲蟲 所謂蟲蟲就是曝光兩次 如果你是很迷蟲蟲的話 就要用HOGA這一台是比較 比較OK 比較適合的 HOGA有什麼特色會讓它適合蟲蟲呢 其實HOGA它算是比較經典的機型耶 其實因為它裝的 第一個它裝的底片是120的 然後拍出來的 有可能它的格式是方正的 當然HOGA也可以改成135 所謂的120底片跟135底片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 120底片它是正方形的 那135的話它可能是會是長型的 所以120的底片它是正方形 它拍出來的照片也是正方形的嗎 是 所以我們大部分如果比較熟悉的話 應該是135的比較多一點 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比較多照片都是135的 它其實也可以拍135 就是你裝16 對 就是你在後面的時候 你可以改 因為其實像LOMO它有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個機背你可以改 那其實如果你裝120底片的話 它所拍的篇幅會比較少一點點 它可能說你只能拍12張 或是你只能拍16張 其實我們看HOGA會覺得說 它的塑膠感非常的濃重 然後就覺得很像玩具這樣子 很像玩具機 在後面想要去買一台HOGA的時候 會被它的型號搞混 因為它的型號 英文字母有很多種就是不同的組合 譬如說什麼G C F A 或者是C F A等等之類的 要怎麼去分辨這些型號有什麼不同 其實HOGA它有分很多個機型 最主要是因為像是鏡頭 因為它可能鏡頭有分玻璃或是塑膠的 那如果像是玻璃的話 它的型號是G 那如果它的鏡頭是塑膠的話是N 那如果你要裝上 因為像它這一台 它這一台的型號就是 它的閃光燈是內建的 那它有另外一台就是 它的閃光燈可能可以外加 外接 就是像這樣拿LCA的外接閃燈 直接兩個它放上去 了解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就是HOGA很像玩具 就是它真的整個就是很不 怎麼講很不周延很不嚴謹 然後有些地方就是破破的 甚至是不密合 但是這部密合會造成一個現象叫做漏光 但是漏光你們也很愛 你看三個人愛什麼 一口同聲的一副很多得意的樣子 但是漏光我們一般不喜歡 因為我們在照相的時候會覺得說 漏光就讓你的照片就是髒髒的 然後不完美 可是你們都很喜歡漏光這樣子 的特色喔 是 是為什麼 因為像我在義大利羅馬旅行的時候 我就拍 無意中就是 對著那個街上拍一張照片 就它漏光出來的樣子很像黃昏 對 就是有一束光 但是其實我是忘記 就是我在拍什麼 上帝的光就射下來了 這樣子 可是因為漏光造成像一個 風扇雲的感覺 對 反而是一種意外的效果 就漏光之外喔 就是它有 因為它也比較 銳利度比較低 所以其實它會有一些朦朧的美感 對不對 這都是Hoga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好 那麼這兩台算是我覺得 大家比較熟悉在LOMO界的 另外就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台很特別的 剛剛也有一直提到所謂的四拍機 這個四拍就是按一次塊門下去 它會拍四次嗎 它會一次跑四格 它 剛剛你們有提到 你們有時候這個四格機 你們會這樣子往上拋 對… 請問往上拋是怎麼拋啊 就是可能會這樣隨便拋啊 或者是這樣壓 或是這樣自己轉 直接轉出來 對… 我以為是你知道就是空手丟上去 其實也會 也會這樣嘗試就是空手的這樣子 要注意一下技術 這萬一接不到 不是你空拋的時候 你怎麼按塊門呢 因為它你一按下去你就很快啊 它就上去了 對 它會自己跑 其實它是按下去那一瞬間 它的塊門就開啟了 對 它會自己跑 那其實它在這個就是四連拍的時候 就跟我們用一般的那個數位相機 比如說三連拍 六連拍是一樣 就是拍瞬間那個動作這樣子 那它的照片洗出來的時候 也是一張照片上面同時有四格 就四格 四格漫畫這樣子 對… 好妙喔 其實我覺得最好玩的是人物的表情 像我們之前會拍然後那個背色子 他就會自己在那邊做很多很多表情 對 那這種東西都是會就是看個人的創意 OK 好 我要帶大家看一下就是前面這一台 因為這一台它其實也是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LCA機 可是啊 它跟就是 它跟Twiggy他們帶來的LCA機不太一樣 因為它就是上面的字母 好像有一點差別 一個是比較英文 一個比較俄文 然後剛剛那個Virginia 還有Twiggy跟我講說 其實這是他們版本的不同 也許他們的功能是一樣的 但是版本是不同 那 是什麼樣的版本不同 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說它其實LOMO跟NOMO LOMO跟NOMO 因為它每一批製造的那個時間 還有怎麼樣 都不太一樣 對 所以它會有很多版本的出現 像我們這邊它這個是 我們這是小人頭版本 它是小人頭版本 對 還有用圖案來用小人頭版本 可是有的是LCA 然後LOMO 可是沒有小人頭 對 其實它就是用年代來做區分 那有小人頭會比較貴嗎 不會 就是不一樣 差不多 那也沒有什麼就是 出產的那個時間不同 然後就是它的好壞優劣有所不同 有聽說 這樣子的一個傳說 就是如果說你買到是小人頭版本的話 有可能是蘇聯生產的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如果它在接下來的話 可能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哦 了解 好 大家在買的時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這些小細節了 有小人頭感覺比較可愛 對 好 那麼當然呢 其實三位女生 她們自己玩LOMO玩了很久 剛剛跟我講說 她們是2004年開始 一直拍了5年喔 已經不知道花了多少錢了 也有很多的作品 待會兒也要看看她們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拍LOMO的時候還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我們先休息一下 讓人著迷 讓人瘋狂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看到照片 你就會很想要拍了 今天其實三位女生呢 也帶了就是很多的照片來到現場 要跟我們分享 那其實用不同的LOMO機拍 有不同的效果 就像我們剛剛說 四格機可能有四格機的效果 可能不同的機器 又有不同機器的效果 那麼其實呢 這些效果有一些 它是會固定出現 但是永遠不會有一張 一模一樣的照片出現 對不對 那麼其實在LOMO的效果裡面 有一個叫做窮瀑的效果 是大家很喜歡挑戰的 我個人目前也在這個部分 很努力 但是我發現